本周是我台灣之旅的最後篇章 不管是重遊就地或創造新記憶 都要抓緊時間進行了 在阿嬤和媽媽的陪伴下 我重新回到當年念書的小學 還要開車前往基隆 找尋我童年的足跡 廟口夜市是不能不去的 那裡的美食更是一定要重溫 嘉賓一直愛 深夜初級 陪我到半夜才做買賣的魚湯檔口 去吃宵夜 還要逛一逛 北台灣最大的魚貨市場 攀宅頂 去體驗魚貨拍賣員的工作實況 我是蔡宇 作為一名時尚級名人攝影師 我的工作帶我周遊列國 捕捉各式各樣的美麗姿態 但面對再好的景致 我心中能為亞洲街頭小吃 保留一個特殊的位置 12歲就移居美國 能再回到台灣 重新接觸我的根源 讓我感到無比期待 我真的覺得在家裡 希望此行能重新喚醒我對台灣 對童年的美好回憶 也希望能體驗亞洲獨特的風土民情 以及珍貴的價值觀 厲害 你好棒喔 伯伯哲 現在就跟我一起出發吧 讓我們一起長遍台灣 大鄉小鎮的街頭美食 沾帶的耐心對不對 以及拜訪為保留古早味而做努力的朋友們 我也將結合在街頭捕捉到的 色香味元素 空調出我個人的風味美食 邀請新朋友們來試吃 大家好 等久了 好好吃喔 快吃開店了 可以開店了 街市美食 我們出發吧 旅程進入倒數 我回顧了這趟在路上遇到的人們 還有一道道美味的台灣小吃 都讓我感受到回家的幸福 但在臨別之際 我還要到意義最深的地方走走 以及漸漸對我最重要的人 在台北上 台北上真的變了 越來越高的大樓 越來越寬的街道 一個事情應該要繼續 就是我小學生 當我還是小學生時 阿嬤總是陪著我去學校 你看 看到這個牌子 我就有點緊張 就自己馬上起來了 對不對 時光匆匆 真沒想到 我還有機會能再回到 給我啟蒙教育的仁愛國小 更珍貴的是 已經百年高瘦的阿嬤和媽媽都一起來了 回想當年 我的小學生活其實是蠻不容易的 媽 你記不記得這裡啊 是啊 誰一次回來覺得怎麼樣 這個國小給我的感覺啊 覺得蠻痛苦的 我曾是一個叛逆又難以控制的孩子 課餘時間總是一個人在校園玩 連談得來的同學都沒有 學校對我來說沒有太多美好的回憶 你記不記得你以前常常被老師叫在這裡 小時候很皮啊 常常被滑站啊 然後老師就打電話叫我來啊 不那麼 popular啊 嗯 Walking down these corridors and seeing the classrooms and tables and chairs brings back a lot of memories 坐得下嗎 嗯 事實上嗎 我以前啊 根本沒有坐在這裡很久的 都是在外面罰站的 有個經常被老師和同學投訴的兒子 媽媽當年一定也很不好過吧 楠楠 你看 這邊啊 就是我每次都被罰站就站在這邊哦 每天就這樣子啊 你也好乖 你知道嗎 我在罰站的時候是很乖啦 可是在教室裡面的時候就很不乖了 我的愧疚感被下課的鈴聲打斷 是啊 都已經是過去的事了 我也已經不是當年的我 放下心裡的壓力 正面地去回顧這些年走過的路 我受過挫折 但也好好成長了 重新再回望 我感恩那些挑戰讓我成長 也感恩一路陪我走來的家人 拜拜 好棒哦 拜拜 說再見了 從台北往東美方向開車 大概半小時就能抵達基隆 對多數人來說 它是個日夜都熱鬧的城市 裝貨 卸貨 人來車往地 基隆繁忙的海港 不斷疏通著北台灣 四通八達的航運業務 但基隆其實也有它靜密的一面 就像一個剛蘇醒的地中海小鎮 正冰漁港有的不只是海水的鹹味 還有糖果般的甜蜜滋味 一九三四年 正冰漁港被正式啟用 並逐漸發展成為台灣最大的漁業基地 隨著漁業衰退 政府把漁港轉型成為旅遊景點 五顏六色的新面貌 現在已經是郵輪打卡樂點囉 我童年的每個夏天都在這裡度過 在這裡感受到自由 在開場的開場是我的遊樂園 我可以隨便走 當年來 基隆一直都讓我感到在家裡 理所當然的 我旅程的最後一站 一定要回到這裡 基隆的夜晚 飄漲著濃濃的美食香氣 跟著味道走 就會到達廟口夜市了 以美食天堂聞名的廟口夜市 日之時代末期就已經存在 數一數 已有將近70年歷史 夜市以聖王宮廟為中心 在不到400公尺的腹地之間 匯集了將近200個美食攤位 好吃的實在太多 但既然來到港督 最不能錯過的當然是海鮮啦 雖然我的部分童年時光是在基隆度過 但沒吃過的小吃還是有不少的 對不起 這什麼麵啊 這是頂天醋啊 基隆有名的小吃 嘗嘗看 好啊 給我一碗 源自於福州的頂邊廁 是加了肉根 蝦仁 金針菇 香菇 魷魚乾和筍絲一起 煮成的豐盛麵食 用大骨湯熬成的湯底 有濃濃的香味 也暗影著大海的清甜 這麵很好吃耶 我很喜歡 這就是鹽自於福州的小吃 我們還是用手工去做 保持傳統的口味 有的人說他從年輕吃到現在老了做阿嬤了 他說口味還是一樣 而所謂的錯指的便是外型特殊的麵塊了 QQ的口感是我從沒試過的 我得去看看究竟是怎麼做出來的 是謝先生嗎 你好 我是YuSai 我好奇這個麵是怎麼做的 頂邊說是用蘸來米做的 有碰到鍋子的外面就是用烤的 裡面就是烤它的水蒸劑 邊烤邊蒸 東西才會Q好吃 店家一般在凌晨4點就講錯烤好蒸好 但今天我運氣不錯 師傅謝先生願意一步步示範給我看 剛剛起鍋把鍋子降溫 降溫 降完溫之後我們再上層薄油 再來就是淋漿 這樣順著鍋 繞 然後馬上蓋起來 對 這個要蒸多久才能打開 兩分鐘 看起來很簡單 可是做出來我想沒有那麼簡單 好簡單喔 輪到我來試試看啦 希望能做得像樣 這樣溫,是不是 對 烘上去,對不對 對 然後呢,上層薄油 好 然後... 就是搖姜 這樣子 馬上蓋 你覺得我剛剛做得可以嗎 在搖頭 哈哈 哈哈哈哈 在兩分鐘 我們會知道我做得正確 是嗎 把水吸乾之後 它會產生這樣 啪啪啪啪 那就是好了 不是很漂亮 這個樣子的話 你覺得沒有通過 厚度、薄度不平均 雖然我製作的錯達不到水準 我試試看 都很燙 還是QQ的 但口感還不錯 好 謝謝 謝謝老師 吃完、看完 這時候去找我的最愛了 每個人心中 都有能夠和甜蜜回憶 連接在一起的食物 對我而言 便是 細細柔軟的米紗 配上口感濃郁的羹湯 再加上新鮮的蚵仔 以及大把的香菜 就能帶我回到童年 謝謝 而另一個 對我有特殊意義的 便是 麥丸 麥丸的名稱 源自於它的外型 半透明的外皮 裹著豬肉和筍絲 蘸點醬料吃 圓滿蔥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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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道還可以嗎 很棒 太棒了 嗯 嗯 嗯 就是這股味道 濃郁的 溫暖的 瞬間 我回到了過去 原來家就是這個味道 激隆是個月夜月美麗的城市 那我自來也不打算休息 準備去吃宵夜了 陪我一起出發的 陪我一起出發的 便是台灣知名作家 既主持人 玉子愛 所以我來帶你去這個地方 它是非常有名的 但只能吃到半夜 至9時 所以我們去試一下 好 當然 時間已過凌晨12點 在這下著細雨的夜晚 大部分的店家都已經休息 感覺城市已經露睡 但偏偏就有家 半夜才活躍起來的魚湯店 瑤家清魚湯 位於稍微偏僻的路段 但來到近處 就能感受到這裡不眠的氣息 時刻的交談聲 碗盤碰撞的坑槍聲 當然還有撲鼻而來的魚湯香氣 以及聚集起來的人群 一再向人暗示 這裡有著令人期待的美食哦 沒下雨了 來 沒有 小心車子哦 可以可以可以 小心小心 魚湯嗎 魚湯 那都各來一碗 好了 這裡共有兩種湯頭共選擇 加了烹飪酒和薑片的 適合魚液 味噌湯 則甜甜咸咸的 適合年輕人口味 不管做何選擇 滿滿一碗的魚肉是絕對的 今晚運氣不錯 店家使用的是好吃的 南極京腔魚肉 嗯 熱烘烘的魚湯一路口 整個人都感覺溫暖了 哦 好香哦 嗯 這就是我試過最好的一碗 嗯 那麼多客人真的很忙哦 對啊 晴天的話大概就排到那裡去了 哇 那我們今天很幸運哦 哇 我們今天很幸運哦 我們獲得最好的座位 真的就是廚師的桌子 對 那是個優惠 那客戶是 大部分是哪裡來的 大部分都是台北港啊 文化大學的學生也會跑來這裡吃 尤其海洋大學有很多交換學生 有香港的 也有新加坡馬來西亞的 他們都學長學弟一起帶來 他說 哎 來基隆海大就是要吃這個 這邊的價錢全部都30塊 這裏的價錢全部都30塊 大部分是黑鮪魚 那如果黑鮪魚沒有才是旗魚 哇 那我們今天很幸運哦 真的很幸運哦 我們要去魚市 去看看哪個魚 哇 解決了口腹之餘 是時候滿足一下我的好奇心 馬上到魚市去看看吧 看載頂魚市就相當於當年的東京駐地市場 是基隆另一個徹夜不眠的去處 當年漁船都是直接在這裡的港口卸貨 現在看載頂已經發展成 被台灣最大的漁獲批發市場 每晚從凌晨到天明 酒樓葉子 吐司和海鮮攤販 都聚集在堪宅頂 採購最新鮮肥美 價格合理的海鮮食材 在市場最重要的 便是俗稱跳手的魚貨拍賣員 專業的跳手 需要練習怎麼分辨魚貨好壞 從而決定喊價價格 一般學徒最少都要學習兩三年 才能進行拍賣 拍賣時不僅需要眼觀四面 還有耳聽八方 以確保不錯過好交易 壓力不小 紅市家族經營的翼龍 是堪宅頂魚市的開山老字號 自清朝時期便已在此拍賣魚貨了 紅先生在這邊 紅先生你好 你好 這是我朋友Nita 你好 這鄭年住在這邊住多久了 兒子這邊是第五代了 你好 你好 第五代你好 現在年輕人接班會不會有一點困難 我家是不會啦 做這種行業你必須適應這種生活 給他千金不如給他一季吃茶 對不對 要幫你蓋一條路 你走不走是你自己要想辦法 衝衝兩百年過去 老字號一來沒變 海鮮也依舊鮮美 唯一翻新的 是一代接一代的人事傳承 我爸爸用一句台灣話來跟我講 他說他爸爸跟他講 做生意 唱人吃不死 就是說在做生意方面 你要保持誠信 不能偷金撿兩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很精彩 對 對 這家庭真正的就是真正的值得 很厲害 拍賣現場的氣氛令人有越越浴室的衝動 馬上學兩招 看能不能上手吧 那個估價叫出來 速度要快 比如說一千一百五 八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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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有出價的時候 噠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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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號,號,號、號,號 포,號 High 咖啡摩咖啡 用嚴重 看來我還是別冒險嘗試了 畢竟,這絕對是專業工作 到了 四胖 桃 看展 STEM儀室 當全台灣都躺在溫暖的被窩裡 这里的人们不管是买家还是卖家 都为了各自的责任在辛劳着 原来职场上英雄的法力 不外乎就是一句尽心尽力 多年后再回来 其实基隆已经和我印象中大不相同了 但这当然无损我对他的感情 虽然我的童年不全是美好回忆 但当年基隆给我的温暖 让我在移居美国后能有重新振作起来的勇气 也造就了今天重生的我 当然除了基隆和台湾 我更要感激为了我们而放弃所有的父母 我的台湾之旅终于来到尾声 最后一次走进厨房 为的就是我最爱的家人 而要为他们煮的 当然必须是台湾的国民菜肴 浓郁温暖的牛肉面 牛肉面煮得好不好 关键其实在汤头 走一趟中药铺就能找到需要的药材 只要告诉店家想做什么 他们就会乐心帮你配好 来 第一样的花椒 牛肉面最常用到的香料 当归 干炒 八角 肉桂 有了这些药材 汤底肯定更浓郁 我还会再建议你一个配方 让它的味道更提升 这个沙仁 它有故味的效果在 好 谢谢 谢谢你的秘方 谢谢 谢谢你的秘方 准备好特别秘方 现在就让我再一次走进厨房 那么今天我在用这些 超级的牛肉饼 它是很好 首先将我要使用的牛仔骨 用烹饪火炬烧出烟熏味 你聽到嗎? 那是一響的味道 記得各個部位都要平均燒好 直到你看到油脂開始焦糖化 在大火上,倒入花生油,蒜頭,薑片,還有一些青蔥 稍微翻炒,直到聞到香味 再放進一些白洋蔥 再放進一些白洋蔥 快撞的紅蘿蔔,以及新鮮的番茄 嗯, smells amazing 還有一些辣豆瓣醬 與蔬菜一起翻炒均勻 Amazing 最後,我們要把牛仔骨加入炒好的食材上 加一些水 加一些水 大火把水煮開 再調到中火 然後讓它煮上一個小時 接下來我要處理香料 把中藥鋪幫我抓好的香料 放進香料包 好,現在都放在雞蛋包 小心綁好 我們要給它一點炒均勻 把味道拿出來 好 然後放進煮了一個小時的湯頭內 最後調味 加一些醬油 米酒 糖和胡椒粉 再熬上一小時 把好滋味都熬煮出來 煮好後 先取出香料包 還有牛仔骨 以避免將它煮得太老 先幫一旁待用 嗯 嗯 很愛 為了讓家人吃得更好 我特地請來拉麵師傅 幫我現場製作手工拉麵 師傅使用高筋麵粉 再加入水和發粉 來製作Q彈爽口的麵條 師傅不斷地重複擀麵 和麵 大條和拉坤 終於達到需求的彈性和細度 在師傅耐心的拉坤下 進到又平均的拉麵 終於完成了 這樣就一碗做出來了 對 對 學拉麵並不容易 但還是得趁機學兩手 好 掉了 不要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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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那麼粗 不能吃了 對 那個麵拉出來會平均 可以了嗎 再一次吧 沒有斷就很漂亮 好 我做了 第一次做得不好 好 終於可以下麵了 將麵條放進廢水 煮個一分鐘 就能上菜了 好 很漂亮 終於大功告成 我用愛心烹煮的一碗 台灣牛肉麵 今天的客人都是自己人 我最愛的媽媽 姑姑 姑丈 和表妹 都來了 來了 來了 漂亮 等起他們為我的牛肉麵試味 真的讓我很興奮 你們大家試試看好不好 好 來 謝謝 希望他們會喜歡 很香 那個香料不一樣 QQ的 很Q 媽媽是吃素的 所以她那碗是特地做的素麵 這個炸麵很好吃 那個肉 肉很軟 很好吃 我希望火去烤出來 所以味道會像這樣熏熏的味道 跟我們以前吃的牛肉麵都不一樣 你有成功嗎 應該算成功 好好 好 能回到台灣 真的是件很感恩的事 無論是繁華的台北 還是樸素的苗栗 都讓我漸漸找回真正的自己 所見到的每一個人 聽到的每一個故事 從台南的雨喬 和他阿嬤的糯米糕 到舊來發 五代傳承的糕點秘方 都讓我領會到 一家人互相扶持的力量 還有那些令人佩服的人們 堅持守候台灣賽岩產業的蔡先生 以及台中那群勇於為古早味 開發新滋味的年輕人 我喜歡 當然還有苗栗客家人 堅韌奮鬥的精神 尤其是不能漏了 讓我領悟了父母苦心的黃先生 這段旅程 我不但結識了新朋友 和感受了台灣的溫情 還嘗到了最思念的台灣小吃 最重要的是 我重新接觸了中華文化 了解了我們華人的傳統習俗 也再度與我的根源接軌 這個節目讓我回到台灣來 因為想不到這麼好的機會 你知道嗎 真的是回到家裡了 好像我們都沒有離開過的 這個感情我真的非常的高興 你們那麼以前那麼年輕 能夠這樣照顧這三個孩子 那真的不得了 對啊 還沒有跟你說聲謝謝過 真的辛苦你了 真的謝謝 不會 你們已經成功了 就表示 對我來說就算感謝 對不對 但我是很感謝 其實真的還是懂得感恩 懂得說謝謝 跟我 我愛你喔 要多多回家 來 來 祝你 祝你成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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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終於明白 這不是旅行 而是一條為家的路 家不但是家人在的地方 也是新的所在之地 而台灣便是我的家 是該繼續往前走了 還是那句話 皆是美食 希望能在路上有緣相見 我們看我們可以看 很多事情 我們看得到 我們看見 對我們還有一些 一些新的民主 我們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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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